高云翔案将继续延迟宣判,原因是陪审团赶着下班。 今天,高云翔澳洲社姓氢案件再一次宣布推迟宣判,也是引来不少人的围观和热议,原因就是陪审团赶着下班。 因为当地时间三点半开庭审理,如今当地时间四点,所以陪审团不打算在这里继续下去,将会继续延迟,将会在下周一继续审理。 目前高云翔案件庭审已经延续数周,原本是前天应该出结果,不过法庭上却因为有意外情况发生,所以又延迟至今天。 当时的高云翔对于宣判是十分紧张,一直面色凝重看着法官,而王金则是一直强调希望越早出结果越好。 并且还表示虽然女方有些证词存在冲突,但是法律本身更加在意的是结果。